所以這個地方應該是高雄港的最好的避風港 就在這個第三船渠的地方 被遊艇玩家視為最安全的港口 才剛新建好 平常並沒有對外開放 眼見強台就要來了 玩家想要開船進來停 卻速度被拒絕 像是這艘遊艇 新船價就要三千多萬 原本是停在高雄的一號船渠 玩家們擔心山陀颱風 如果在南部登陸 一號船渠的風浪 恐怕會讓他們血本無歸 船少說數十上百萬 那多則數千上億都可能 如果遊艇萬一它損傷是在水線以下 你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它沉默 那個是沒有辦法救援的 比較兩個遊艇的停泊處 一號船渠就在古山渡輪站的旁邊 是大多遊艇平常停的地方 新建的三號船渠 則是位在大港橋旁邊 在玩家的心目中 靜穩度最高 不容易受到風浪的影響 眼見颱風逐步登陸 玩家們好著急 終於在最後一刻 高雄的海洋局和港務公司協調好 四十個遊艇船位 現在通通開放 畢竟防災防臺最重要 現場的場地能用就要用 料敵從寬要把損失降到最低 三連軒胡心和陣風高雄報導